这一部中国电影 我们非常熟悉 但你可能不知道 远在欧洲一个国家的人们 对这些中国电影 也曾经非常熟悉 我记得影响 在阿尔巴尼亚影响 这个很大的影片 是冰山上的莱克 那个人看着人山人海 觉得真古兰丹姆 假古兰丹姆 这引起的非常很大的轰动 这位也是叶曾来的古兰丹姆 鬼 还有其他的小名张嘎呀 还有其他的平原游戏队呀 老老鼠给我了个眼色 我就啪地一下 把西瓜扣到他脸上 这时候啊 我就用这个假玩意儿 一下从你腰眼上 不许动 那我们就要枪 回去给你们松井中队长捎口信 就说对不起 李向阳从山上下来了 天上的红花 青春之歌这些电影 红日这些电影 我们年轻第一代 这些电影在阿尔巴尼亚演出的时候 那是人山人海 而且我们经常 刘一生经常主持电影招待会 请他们看 他们都非常愿意看 过几天就要分别了 谁知道哪天一颗子弹可能要打中我 那又得要麻烦波罗瓦大夫了 人家说只能打中一次 我有个同志受过七次伤 还活着 像熊 这是一部阿尔巴尼亚电影 我们同样非常熟悉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 这个国家的电影 曾经代替了苏联电影 成为中国人的精神食量 小麦的味真香 在中国电影荒的那些年代里 有一部阿尔巴尼亚电影 是救了我们一把 现在四十岁到五十岁 特别知青那一代人 在农村里的这个打鼓场上 山坡下面 河边上 这野电影的时候 看那个野电影 就是农村那种电影 露天电影的时候 就是那看什么电影呢 无非就是阿尔巴尼亚这些片子 那时候小麦还没收 正在等着开莲 那时候还长不出这么好的小麦 尽管花了好多劳力 中国人和阿尔巴尼亚人 看着彼此的电影 从来没有这么亲切过 因为那里面都有贫苦 却乐观的老百姓 都有共产党领导下的游击队 甚至都有给鬼子当走狗的民族败类 太军说了 谁要说出八路军藏的粮食 和李襄阳在什么地方 太军马上给他房子 还给他递 他要教训农民该怎么说话 你站过去 勒夫特里 我以人民的名义判你死刑 那么这个精神 这个阿尔巴尼亚人们 这种顽强的 这种骁勇的精神 和中国人们这种实际性质感 中国的地面 绝不能让你们横行八道 所以阿尔巴尼亚电影 在中国为什么能够有 引起那么大的轰动 引起我们中国人感情上的共鸣 达到共同欣赏的程度呢 这主要就是 有着共同的遭遇 和我们的共同的经历 和我们民族的这种 共同的这种传统的感情 是相对之类的 共同的遭遇和共同的情感 让两国的电影人 在荧幕上创造了 共同的英雄 把他们干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下半夜 新中国的语意还很稚嫩 国际形势却并不乐观 资本主义阵营对我们实行封锁 苏联又与我们决裂 而在遥远的欧洲 有一个朋友 却向我们伸出了橄榄枝 他就是阿尔巴尼亚 这个面积只有拉萨那么大的国家 被我们称作是一盏欧洲的 社会主义明灯 面对孤立 他和我们共同反对苏秀 我们则结一缩时给他巨额援助 我们从1960年开始 到1978年 终止了对阿尔的援助为止 我们对阿尔巴尼亚援助的 总金额 人民币一百多个亿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一书记霍查 是这个社会主义明灯的掌灯人 40岁以上的中国人 也许对他还有印象 在苏联与我们交恶的年代 是他跟我们结成了坚定的同盟 从上世纪50年代末到70年代中 中国和阿尔巴尼亚这对同志加兄弟 就像在呼吸着同一片空气 阿尔巴尼亚共产党 号召所有政治的人们 拿起武器和民族解放军一起战斗 一批来自阿尔巴尼亚的电影 走进了国门 他们叫海岸风雷 叫地下游击队 叫宁死不屈 叫第八个式同项 主要是战争题材 战斗题材 特别是最初的年代 主要就是反法西斯战争题材 这些题材占了绝大多数 后来也有一些电影 涉及到社会问题 家庭问题 平时生活中的 但整个还是战争题材占主导地位 一不拉线 队长 鬼子到小河那边去了 撒里很熟悉地形 他想包围我们 相同的战争题材 让我们的电影里出现了相似的英雄 我们的英雄这样表达对信念的坚持 我们要回答所有的敌人 中国人民是永远达不到的 他们的英雄这样表达对胜利的信心 这就是当年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一个口号 消灭法西斯自由属于人民 当时阿尔巴尼亚是受统治的 受意大利法西斯和德国纳粹的侵略 所以消灭法西斯自由属于人民 是在阿尔巴尼亚反法西斯战争中出现的一个口号 阿尔巴尼亚电影里的口号 开始在中国的大街小巷流行 就像中国电影里那些 我们经常脱口而出的台词 人们用它互相鼓励 用它自我调侃 用它表达对理想的憧憬 有意思的是中国人听得懂这句口号 却看不懂这些充满口号的阿尔巴尼亚电影 第八个是铜像尤其让人看不懂 作品里的很多人都是真实的 他们是科尔查市的一些地下游击队员 和科尔查附近山区的游击队员 我就是科尔查人 那个被塑成铜像的第八个 就是根据一个证明的真人真事创作的 按理说刘苏的作家写出来的东西 中国人不会感到陌生 可由他编剧的这部电影 却很让中国人迷惑 观众从影片的开始 就看到了主人公的铜像 知道主人公最终是牺牲了的结局 像这样从一开始 就知道影片结局的要吸引观众 是非常不容易的 把结尾放到开头 这样的电影并不少见 可要把一个正常顺序的故事 打乱成七段 这样的电影倒真不多见 即使听听导演和演员们的介绍 你也未必能听明白 导演当时是利用这七个人不同的回忆 在伊布拉辛去世的一个周年的日子里 把他的铜像送到纪念他的地点 这个路程中的回忆 来反映整个伊布拉辛的英雄事迹和他的一生 在每段回忆前都特别著名了人物的名字 比如第一位是铜像的兄弟 鲁斯丹 第二位是教师 下面是雕塑家 然后是阿尔玛 还有铁匠 铁匠实际上也是一个地下工作者 地下游击队的成员 第七个是孩子 孩子没有什么回忆 我就标注了大家两个字 也就是所有人共同回忆最后一场战斗 孩子通过大人们的回忆 了解这个英雄的世界 这也许是阿尔巴尼亚第一部 从头到尾都用了闪回手法的意义 如果你还没听明白 我们不妨按照故事的正常顺序再来说说 游击队员伊普拉辛来到村里 白天给老百姓分研 晚上开会研究打鬼子 国民阵线分子得到消息包围了屋子 打伤了伊普拉辛 伊普拉辛被送到城里疗伤 伤好了又进山打鬼子 最后英勇牺牲 人们为他诉了铜像 并把铜像抬到了他的家乡 听上去情节简单的就像一句宣传口号 可是不按顺序讲 而是让七个人跳着讲 简直有点没事找事 你是胡搁还是怎么着 卢斯丹是伊普拉辛的哥哥 教师是所有人的主心骨 阿里夫原来是国民阵线分子 雕塑家出身中产阶级家庭 铁匠是地下党员 阿尔玛是雕塑家的妹妹 伊普拉辛死后 这六个人把他的塑像送到了家乡 这部影片将现实与过去发生的事情 以及人们的回忆交织在一起 因此对阿尔巴尼亚佛法西斯战争的历史不太了解 没有亲身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中国观众来说 很难看人来 会有莫名其妙的感觉 对对 就是这个词 喜欢看电影的老观众都记得 当年那个人人知道的顺口溜里 有一句阿尔巴尼亚电影莫名其妙 就是从这儿来的 挺经历的 民间口头文学是很厉害的 但是我这个东西有点太夸大了 我不完全同意 但阿尔巴尼亚电影呢 就是它有些手法 一些蒙台期的处理 在和我们中国的观众和读者 长期培养成那种神秘心理 有的时候不太完全顺利 萨里普罗德巴巴 一个出现次数最多的名字 一个滑稽的名字 可他的主人一点不滑稽 他长着一脸的横肉 有一颗残忍的心 细心观众应该会发现 就连打在这个反拍脸上的光 也跟中国电影里一样 把你的红色建在墙上吧 这个最大的反派所在的组织 虽然叫国民阵线 却是国民的敌人 因为国民阵线组织也标榜自己是反对占领者 可实际上是与法西斯占领者勾结 打击共产党的运动 他们更关注的是获得战后的政权 而不是反法西斯斗争 他们有的时候也有一两百人 跑到山上放几枪 好像说我们也进行过反法西斗争 这些国民阵线分子不仅和法西斯多斗争 还与他们勾结在一起 要是你们还不交出那个游击队员 就是那个穷小的共产党员 就用枪扫你们 原来国民阵线是这么个东西 难怪我们的主人公伊普拉辛要跟他作对 关于伊普拉辛你可要记住他 因为他就是那尊铜像 他是共产党游击队员 但是跟中国电影里的游击队员很不一样 我们的游击队员出身多半是农民 身上或多或少有些农民习气 甚至质朴的有些鲁莽 就说我李向阳在城里头呢 不敢不敢 就这说 是是 好 而伊普拉辛加入游击队前是个学生 身上有不少书生气 从那时我就离开了学校 是什么书 伤感之巧 您想看吗 目前不是欣赏这类小说的时候 有人说共产党员不喜欢美的事物 不对 我就很喜欢 美的事物在阿尔巴尼亚处处存在 尽管这个山鹰之果并不发达 却从来不缺乏美丽的景色 只是这些山巒本来没有这么翠绿 河流本来没有这么清澈 因为它们曾经被战争烟雾笼罩 一些游击队员曾经穿梭在这些山水间 用枪声宣告着保卫国土的决心 过茶在这些山水间参与创建了阿尔巴尼亚共产党 也就是后来的劳动党 又在这些山水间领导游击队赶跑了意大利和德国法西斯 就是在这片青山绿水中走出了伊布拉辛的原形 伊布拉辛的原型人物名叫米斯道·克莱斯特 曾是战后阿尔巴尼亚驻法国的首人大使 战争中他是一个民族支队的政委 面孔轮廓清晰的伊布拉辛也有着轮廓清晰的个性 他性格刚毅 极恶如仇 所以生活在他身边的七个人都很喜欢他 我们很想挨个介绍一下这七个人 只是时间有限不如挑几个说说 伊布拉辛受伤后来到了医生家里 我们就说说这一家子吧 显然在一开始医生还算不上是朋友 他只知道治病 医生的儿子也算不上朋友 他只喜欢画画 医生的女儿更不能算是朋友 因为他正准备嫁给一个喜欢德国人的男人 德国人可不同 他们带来进步 他们在古老的欧洲清除俄罗斯波尔什维克 等到清除完了之后 他们会回国的 我担心有一天人会叫你女儿是卖贼的寡妇伊布拉辛 当时那个医生家里有两层楼 下面那层楼是给德国人的 另外一层楼他就偷偷地给游击队员治病 这反映了一个真实的事件 这个大夫是真实存在的 不过我能够为地下工作者看病是好的方面 坏的呢 就是在迫不得已的时候 也为德国人治病 扮演我父亲的桑德尔普洛斯 是位非常有名的演员 他总是在我信心不足的时候鼓励我说 你将来一定会成为一个大演员的 你很上镜 很适合演电影 我们关系相处得非常好 在实际生活中 我对他也像是对自己父亲一样尊敬 他对我也像女儿一样 拿起武器 阿尔玛尼亚政坦党 号召所有正直的人们 拿起武器 和民民解放军 和民民解放军 号召所有正直的人们 拿起武器 和民民解放军 阿尔玛尼亚政坦党 不久后 他将经历一场 跟伊普拉辛的生离死别 在路上 中年的阿尔玛想起了这段往事 打游击的时候有一个镜头 他回头 跟伊普拉辛说 你多保重 很可能不一定哪天就被子弹打伤了 有可能牺牲了 这里已经表现出这两个人信心相印了 伊普拉辛 小心 只会中椅子弹 阿尔玛 伊普拉辛牺牲以后 他抬了一个铜像 当时阿尔玛带着一个孩子 他没有跟其他的男人在一起 而是带着一个孩子 这个孩子就是让观众想象到 孩子很有可能是 阿尔玛和伊普拉辛两个人 结合的产物 我们全家都爱你 雕塑家和阿尔玛的回忆 渐渐还原出了一个热爱生活的伊普拉辛 而阿里夫的回忆 又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善恶分明的伊普拉辛 我是爱国的 我当开大叔和萨利 他们也是爱国的小伙子 那他们干嘛不通敌人做斗争 而老躲在洞里呢 影片里萨利 普罗德巴巴和阿里夫两个人物 开始都是国民阵线的成员 他们是这个阵线中两种人的代表 萨利 阿里夫明白了真理的情节发生在影片的第四十分钟 这段情节跟中国电影如此相像 以至于把它们剪在一起 你也不会觉得普遗物 要是不把他交出来 你们就别想要那些粮食了 黄军要粮食 是为了帮助中国人 接受王德鲁 黄军好 黄军给中国人造福起来了 给我们带来了安宁 使我们的房子不被火烧 你还保佑我们牛啊羊啊六处兴旺啊 这多好啊 你这个老板呢 你说 你老板在哪里 再等一分钟 再等一分钟 谁要是不说 就把他烧死 两国的人民曾经面对同样残暴的敌人 所以他们也都曾付出沉重的牺牲 可以反映在阿尔巴尼亚文艺作品当中 他们的整个的基调 他们的政策 他们的描写的内容 描写的方法 最初年代当然受苏联影响 但后来直接是受我们影响 德国法西斯枪杀农民的罪行 终于使阿里夫明白真理 并不在他叔叔所在的国民阵线族身边 之后他加入了游击队的行列 并亲自处决了萨里普罗特巴巴 别把你那狗头藏起来 萨里普罗特巴巴 他妈的是你这个穷小子 民族败类得到了人们希望看到的下场 而英雄却得到了人们不愿看到的结局 这是一部门 我新年代官料的事情 Initial escort一须 哥 至 üç 我不爱你 你说我 倒下的英雄 被塑成了偶像 人们看着偶像 就会想起英雄 看着这部电影 就会想起现在的生活 跟英雄之间的关系 这个电影 确实反响特别大 当时我刚剪接完 后期还没有制作呢 就是剪接完以后 找到了一些作家 或者是导演 也就是业内人士来看片子 他们就觉得非常惊讶 哎呀我们竟然能拍出 这么好看的电影 这难道是我们拍的吗 故事讲完了 你一定会问 后来那尊铜像怎么样了 在那个时候 整个阿尔巴尼亚 能有塑像的人 只有货场 别的在世的人 是不允许塑像的 所以当时我是唯一一个 可以跟货场并列的 所以他们经常开玩笑 都说整个阿尔巴尼亚 活着的人里 有塑像的 只有货场 跟你卖发 货场到底有多少座塑像 我们不知道 可我们知道 这个当年只有200万人口的国家 有一万座纪念碑 50万座碉堡 如今这些碉堡 有的被画上了图案 有的被改建成了餐馆 而大多数则被废弃 货场去世六年后 他的塑像同样被推倒 被废弃 1991年 在阿尔巴尼亚发生政权变中的时候 人们纷纷销毁 艾尔 洛查 等前领导人的塑像 一些人去了电影厂 销毁塑像 正好看到那尊当年 为拍摄第八个式图像 雕塑的图像 当时制片厂的工作人员 对前来销毁塑像的人说 这不是货茶 是麦夫拉 这是电影里的那尊塑像 你不要弄坏 所以至今这尊塑像 还完好的保存在电影制片场里 货茶塑像 一夜之间消失了 他的墓也被迁到了普通墓地 不再显得突出 不管是政治偶像 还是电影偶像 都不在高高在上工人瞻哑 他们要么不知所终 要么成为笑谈 当时是塑造了两尊一样的铜像 后来那两个铜像 就放在电影制片厂了 其中有一尊就搁在厕所边上 后来人家就问在哪上厕所 找麦夫郎 到麦夫郎那儿去上厕所 就让我开玩笑 我们试图在阿尔巴尼亚电影场内 寻找这尊伊普拉辛的塑像 但当地工作人员告诉我们 这尊塑像不知从哪天去就找不着了 偶像被丢弃了 偶像曾经创造的历史 有人还记得 是游击队决定了阿尔巴尼亚的命 如果当时的阿尔巴尼亚 按照国民阵线的建议去做 站在德国法西斯一边 与他们同流合污 阿尔巴尼亚就会是战败的 现在就不会存在 因此是反法西斯斗争 救阿尔巴尼亚 伊普拉辛的塑像 如今不知是被毁掉 还是安静地待在哪个角落 也许在挪走或毁掉他之前 有人感到了依依不舍 还有人觉得他很碍事 经过废弃的货茶塑像时 不知道人们的心情 是否也有些复杂 如今阿尔巴尼亚即将加入欧盟 电影院里放的是美国大片 年轻人们已经开始了 另一种生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